一年之后我们看回现在这个点位 它一定是一个低点 只要市场反弹什么都可以买 现在跌得越惨 以后反弹就越厉害 一定是有人斩 即是斩仓 没办法要平仓 所以是树欲正而风不止 导致你无论多少钱也好 你市场多少钱也好 你都是要斩仓走的 你香港夹着在中间 没办法 外资撤退 你说我们香港是不是没有前途 我觉得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作为一个中国利益岸的金融中心 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股市之一 现在和日后都会成为中概股混习的中心之一 你说香港会不会没有前途 没有可能 绝对没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人家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害怕了 我们香港是开放经济体 它终于来我们拱手欢迎 它要走我们好言相向 但是它走了之后 我们自然会有人去补充这个普通白 我们中国的古典的哲学 越有阴情阳缺 圆缺就是这个意思 阴阳交替 这个以阴报阳 以阳报阴 不要轻易地说 这个就是抵挥那个坏 但是我们要记住 这个水平是一个很便宜 很合理的水平 而且已经发生了很多坏的消息 一年之后我们看回现在的这个点位 它一定是一个低点 但是这个点位 是否每一个人值得介入的点位 就不一定了 因为有些人他很贪心 就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有些人就是作为一个趋势 你要去罵底去什么 其实我觉得作为个个人投资者 不用不急 短期里面收拾心情 多汗少做 你的风险成长力强的话 你可以买一些逐渐的买入 没问题 但是你要记住就是说 你的时间窗口一定长 不是说你买完即卡明天又要V型反弹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想 也都要记住 这种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么便宜的市场 它虽然的次数是绝无紧的 我相信这一次的抛售潮 已经远远超过了08年过的波 好 全新京一电子版已经出版了 订阅只需打开京一APP 在最低个栏点击周刊 再选择立即订阅 每星期只是花少于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令你投资路上醒脑提神 疫情无了期 赚钱靠人不如靠自己 现在还有限时营身优惠 选择一年计划 即送你价值238元电子周刊三个月 免费任你看 不用排队 不用预约 适合跨家庭试用 快点订阅吧 到最后的证明 是否缺一切 到最后的证明 亦能够统筹 有其他车位 亦能够统筹 更多理财 投资和生活的资讯 就继续留意我们不同的平台 记得订阅我们patreon和youtube channel 和按下小小小钟